近几天最大的新闻 莫过于神舟12号飞船的发射了 这次咱们把三名航天员送上天空空间站 他们将在那里进行设备组装 舱内维修等工作 航天员们这会要在空间站里带上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得适应全新的太空生活 池和拉撒自然就是头等大事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在5月29号 咱们就已经发射了天舟2号货运飞船 把6.8吨物资先一步送到了空间站 足够航天员这三个月的用度 水的重要性不用多提 但直接运上去的水可不够用 还得靠一套水的循环利用系统 比如说在小便时 就需要用到漏斗形吸嘴收集尿液 接着再导入系统里 净化后就能喝了 当然 喝的时候可能还是得克服一下心理障碍 在食物方面 最早期的太空食物就是些饼干肉干果干 但咱们这次的食品可就丰盛多了 一共有120余种营养均衡品种丰富 口感良好 长保质期的航天食品 连鱼香肉丝和空宝鸡丁等名菜都有 为了让宇航员吃上热乎的中国味道 咱们还把这些手台航天微波炉都送上去了 完美打造舌尖上的空间站 想吃冷的也没问题 冷藏区也安排上了 还有折叠桌方便航天员就餐 另外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 用于航天员日常锻炼 而要蹬坑的话 太空和地面的体验完全不同 宇航员得把自己先固定在马桶上 以免自己和便便都到处乱飘 坐稳之后 太空马桶会像一个真空吸尘器一样 便收紧起来 脱水压缩并装进密封袋里 最后再带回地球 总之 太空中的生活咱们就不用多操心了 大家只需要祝愿赞美航天员 能顺利完成任务 如期平安归来